不专业的集体纠错 有观众说 在第一集里 王乐丹饰演的女主角 送婚觉得小偷进医院 医护人员催着交钱 这是不对的 在现实中 极为重患病者在抢救制度规定 发现患者病情危重 立即采取积极措施 同时要通知其他的医护人员到场 协助抢救 实行先抢救后办理交费等相关的手续 不得应费用问题影响抢救 剧中急诊科医生的表现 也是遭遇部分医护人员的挑刺 急诊科医生要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去诊治 而不是听从女主角的命令 她又不是你的上级医师 她只能给你建议 另外我们医生是不会随便借手机给别人的 剧中借手机的细节也是不对的 护士站有坐机 开播成级不俗 评价有赞有谈 急诊科医生有了一个热闹的开头 正如有的观众所说 医生题材剧逐渐的多起来 是一个好趋势 可以多方面多角度的展现医生们的工作和生活 此次出演急诊科医生 已是张嘉宜第三次涉足医疗行业剧 她本以为凭借之前 帕米尔医生和新术积累下来的经验 能让自己在这个角色中游刃有余 但是接到剧本之后 她才发现身为一名急诊科医生 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没喝多清醒的呢 就不能装着喝多了 我要我要 我的头好温啊 eighth 二十二一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